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收获的东西 这些是香椿 紫香椿 紫香椿口味好 这个紫香椿比绿香椿好 那个绿香椿好像一会儿就都老了 树上的枝子不少 但是好像都老了 不能吃了 这个紫香椿好像 好像一直到冬天都是 它好像什么时候都有 一年四季都有 而且都是这种味道很浓的这种香椿 这是我今天收获的第一个丝瓜 做个丝瓜汤喝喝 丝瓜和西红柿 咱的那个西红柿 今年第二茶这么多豆角了 然后又收获这么多黄瓜 丝瓜呢也是结得满满的 每一个叶上都结满了丝瓜 每一个叶上都结丝瓜 我以后过几天再做一个丝瓜的视频 单独的视频 丝瓜特别多 丝瓜就是每个叶上都结丝瓜 到处都是 这个明天后天就该摘了 西红柿也是丰收的景象 每颗上面都挂满了西红柿 这颗就是那个大的叫什么beef master 长得高高的 结满了果子 但是它很多花它都凋谢了 其他的西红柿呢也都是结的满满的 这个西红柿已经开始成熟了 看这些西红柿从上面很难照 因为都有叶子挡着了 但是从底下可以看出来 全是西红柿 第六八卦的西红柿 第六八卦 然后你过来上这里来照一照 漂亮吧 你看看到处挂满了西红柿 每一颗都挂满了西红柿 漂亮 有一个都已经开始 像这个就开始发红了 再有一两个礼拜 应该可以吃到新鲜的西红柿 对 这个西红柿就是特别好 那个肉就是那种 非常的沙的那种西红柿 然后再汇报一下 我们这个三年的三岁的辣椒 已经结辣椒了 看都这么大了 结了好几个 老奶奶还在努力工作 对 这里还有 它已经结了好几个了 而且你看它长得还不小了 你看 一直都长这么高了 这么高了 你看 所以说这个三年了 它还是 还是很有生命力的 我的那个要比 今年刚摘的要好多了 如果现在需要吃辣椒的话 就可以摘辣椒吃了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辣椒留着 我们以前有一个视频 就是讲这个辣椒可以过冬的 但是大多数都掉了 这些Avocado 一开始的时候满树都是Avocado 但是大多数都掉了 占下的也不少 剩下的应该都能占住了吧 树上也还是不少Avocado 现在长得6月26 长得这么大 所以说它有时候还是真的是会自己调节 一开始的时候满树都是 然后呢它自动的掉了很多 然后呢留下一部分 好想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们那颗野生的 就是用种子发的Avocado 今年的情况非常好 你可以看到它今年结了 结了有二三四个果子 那么去年只结了两 那么今年呢 好像是很有收获 今年看到了吗 这个Avocado 好像长的size还是蛮好的 看到了吗 这个Avocado 因为它这个Avocado 它只要开始结果了 它这个好像每年都按指数性增长 所以说今年如果要结能够占住 十几个二十几个的话 明年大概就能近百个 后果是那样的情况 好看来Avocado用种子发 还是能结果的 只不过是take很长时间 要有耐心的等待 所以功夫不负有信任 所以说这个这个有灵性的家伙 还是蛮有人意道德的 还有情意 对等了十几年 现在开始有回报了 希望大家的后院也都结满了 丰收的果实 好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